梵蒂岡电台讯 世界主教会议第三次非常会议 10月13日召开记者会 总发言人艾尔多舒基宣读讨论后报告 并宣布将于2015年10月4日至25日 召开世界主教会议第14届例行会议的主题 教会家庭在当代世界上的圣照与使命 教会注视着基督再次肯定一男一女的结合不可拆散 针对失败婚姻的夫妻需要以渐进原则 看待不完善的婚姻现实 艾尔多舒基表示 在同居和民法结婚以及离婚再婚的问题上 需要做灵性分辨 教会需从上述情况中 认出圣言落在其可见疆界和圣事以外的种子 教会尊重并面向那些以不完善和不完美方式参加他生活的人 赞赏他们所守护的正面价值 而非指责他们的局限和缺失 因此 需要有家庭慕邻的新幅度 知道滋养这些种子只值成熟 讨论后报告提出的另一个重点是 要有适当的婚前准备 因为基督信仰的婚姻 不只是一项文化传统和一种社会需求 它更是圣照的抉择 有些审长建议 教会也需陪伴完婚后的夫妻 使夫妻在这关键的磨合期 逐渐意识到婚姻盛事及其意义 以及他所带来的挑战 谈到分居 离婚和离婚再婚问题 埃尔多书记强调 只考虑单向解决途径 或受到全有或全无逻辑的影响 都不明智 地方教会必须尊重和爱护 每个受伤的家庭 继续交谈 顾及婚姻中被不易抛弃的一方 避免歧视态度并保护儿童 关于离婚再婚者 是否能领圣体盛事的问题 讨论后报告列出 全体大会上的主要提议 保持现行原则 为特殊情况 实施更加开放的措施 或选择忏悔的路